万物街掌 通勤组选购机车可得精打细算 认真听着介绍 买机车除了外形性能 价格也是主要考量 刚好有换车需求 然后这次刚好有促销活动 然后我觉得这个价格 其实以代步的需求来讲 其实是算蛮经济实惠的 妈妈她体型比较小 所以我买这台车 我跟她一起骑的时候 我不用担心她说 因为这台车太重 她骑行不方便 回馈广大通勤族 机车大厂宣布启动 二轮市场首创优惠 推出限时均衣架 让消费者好心动 两款可能比较通用型的 国民车款去做一个促销 分别是主打49800 一台有空间的 然后一台是零巧型的车种 针对各种不同的消费族群 可以做一个选购 陆续其实有蛮多车主 他来针对这两款车 去做一个询问 我觉得会带起一波小小的高潮 在2024首季尾声之际 机车大厂率先强势 限时均衣架活动掀起话题 也为广大通勤族 提供更多选择 307晚谷高述 谢凯轩台北采访报导